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不借助任何第三方工具 加带黑神幻悟空游戏存烫的方法 在玩黑神幻悟空的过程中 会遇到各种各样的boss 当打完一个boss后 如果想使用另一种方法再打一遍 只能等下一个周末 其实在这里我们可以再入之前的游戏存烫 待实现这个过程 在游戏处界面选择再做游戏 即可进入加带存烫界面 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的游戏游戏存烫 所有存烫位都已占用 那么我是怎么导入这些存烫的呢 要想导入这些游戏存烫 首先要知道存烫位置在哪里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存烫位置在什么地方 首先找到WeGame的APP安装目录 我当时在地盘下版 然后一次打开 这一串目录 C5的目录下面有两个文讲家 SeoGames和SeoGamesBackup 我们先来看SeoGamesBackup 这个目录下面也有三个备份目录 桌上到下分别是 私事备份 每小时备份 每天备份 大家可以浏览一下 里面都是不同的时间的腿脑 里面的文件名都是一样的 里面的文件名都是一样的 我们再看SeoGames的目录 在这一座游戏图界边的那十个存档 就是从这个目录加载的 从页名上就可以看出来是十个存档 你的目录有可能只有一个存档 那么我这里面的其他存档文件 是从哪里来的呢 接下来我冲头演示一遍 首先我把存档先升到一些 就剩下这两个存档吧 一个是我最新的游戏进度 下面那个是我之前点击了 新游戏之后产生的存档 对 如果你每次都进入新游戏 那么每次都会产生一个新存档 十个之后就会覆盖这条的 延危正战 我们首先进入SeoGames Backup目录 随便找一个备份目录 我这里进入的是每天备份 然后选择一个字7 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两个存档 对应着游戏里的那两个 只是第二个存档的进度不同 我们会把第二个存档复制一份 从命名为这个面称 复制这个文件 进入SeoGames 一串输出这个目录里面 右键粘贴 现在我们重新启动黑神运化悟空 游戏打开了 我们点再入游戏 进入再入游戏主界面 可以看到第二个无邮件 就是我们刚才导入的存档 我们进去看看能不能增长运行 因为这个无邮件已经通关 它会为你是否开启新一流的游戏 这里一定要选择取笑 点确定的话会重新重图开始 那完全就是新游戏了 可以看到地图已经加载出来 说明进度正确 上个箱看一看 是无邮件没错 到这里 恭喜你 你已经成功加载了旧存档 谢谢观看 再见